馬上要訪問到的就是 今年全打大賽的冠軍林志勝 要先請志勝來談一談 就是你第一次拿到全打大賽冠軍 先來談一下心中的感想 蠻愉快的 因為我可以幫助韓接近 因為就爭取很多經費 我覺得蠻高興的 那過去其實你也打過決賽 只是那一次決賽你輸了嘛 那這一次再度進到決賽 在晉級之前你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我沒有想過 因為我這次來打 我跟那個陳建中 講說我要捐一點錢給你 九三五號 就是我現在穿了這件衣服 那我希望我可以拿全打大王 可以捐一部分的錢給你 所以我那個目標 就很努力這樣 對啊 所以今天晚上看到你 對金球有特別的執著 那有沒有達成你賽前的設定的目標 我的目標就是可以進決賽 然後最後的勝利 其實是有啊 只是沒有想到說過程也是蠻辛苦的 對啊對啊 我也要看你在這個準決賽打了十支啊 那連續打十支 坦白說那時候會不會很累 延續打十支其實也還好 不會那麼累 因為才第二輪而已 是第三輪比較累 對 最後冠軍戰的時候比較累 累累累 然後謝謝自強打那麼少 讓我可以放得輕鬆 那不過其實剛剛有特別一點是 就是讓全球比較感動嘛 就是你已經確定拿到 全球打大賽冠軍了嘛 那不過主持人有問你說 要不要挑戰布雷障礙 其實你已經蠻累了對不對 但是還是想要帶給球迷 有一個更美好的夜晚 我覺得要做就做到最好嘛 所以今天五個人做得不是那麼好 我希望就是在十四出局數以前 我要把全球打出去 讓我所有的球迷都會開開心心的 過今天晚上這樣 對 然後看到你打最後金球的時候 打出去有怒吼金球 金球 那是不是也來談一下 你打金球的時候格外的用力嗎 金球 打金球就是比前面更認真在打 就是很專注在打 打到就知道會過了 所以我在喊金球 不然我不敢喊 對 好 那還有發現另外一個秘密 就是今天好像也有跟現場這邊有合作 就是你後來冠軍戰登場的時候 有放你的出場音樂 那不是出場音樂 那只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個歌 對啊 又可以跳舞 滿好的 對啊 然後我有發現喔 每次那個副歌回來 就是Sorry Sorry回來 你都能打拳雷打 那個音樂吧 我覺得音樂可以讓整個人心情愉快 我就放得很輕鬆 所以就可能就持續的打拳雷打這樣 對 你要不要建議你的啦啦隊 以後你上場的時候都揍這一首歌好了 我真的滿麻煩還滿半圈 所以考慮一下考慮一下 對對對 好 那也恭喜智盛 今天晚上真的你的表現非常的精彩 而且因為有你 讓今天晚上 這個晚上變得更加的有意義 也要再度謝謝你接受我們訪問 謝謝 好 我們要請各位朋友再休息一下 再回到台中洲際棒球場 任何人 by bwd6